11月2日,湖南博物院向媒体展示了在马王堆汉木出土的丝织品中,新发现的支入城据吉祥与丝织品残片。 目前,湖南博物院专家在来自同一件褐色灵纹起丝棉袍的70多片残片中,已找到80余个字,均为成树排列的转立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字样。 这是目前已出土丝织品中发现最早的城据文字,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现在这一块产品是我们目前这个衣服最长的一块,这个上面的质量是有如意长寿四个字,我们在其他的产品里发现有安乐两个字在一起的,乐如意三个字,你再一块的还有寿无,还有无极,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字拼起来,它就叫做安乐如意长寿无极。 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姆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研究馆员玉燕娇介绍,这些字样要在角度特别的光源下才能看见,因此发现实属猴然。 2022年4月,该院专家在首次对马王堆汉姆出土未整理的纺织品进行系统性青库的过程中,在一片灵文起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类似文字样的图案,后经确认系无字。 2022年10月,院交顺着这片有字残片的原始记录,找到了其他有字之物,拼出安乐如意长寿无几滋养。 因为这个是西汉早期,那个时候经济还是比较凋敝的,就是经过了勤募农民起义出汉战争之后,大家普通百姓,他们都希望社会太平安定,生活如意,所以他们就把这种美好的祝愿就支在了这个私之物上面。 所以就是它是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愿望,一种祝愿。 院交表示,由于丝织品是一种蛋白质类的纤维织物,亦腐坏变质,只有在墓室密封信号的条件下才能保存。 此次整理发现字样的丝织品残片出土于马王堆三号墓,系星锥夫人儿子丽西的墓葬。 目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正处于整理研究的阶段。 那么这批私之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纺织工艺,制造技术,编制水平,这个都是非常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的和意义的。 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在不久的加拿,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一些研究成果会陆续公布,我们也期待,因为有很多更多新的发现,我们也相信会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